剛剛也提到一些這個立法院的狀態 我們知道這涉及到很多是憲政的問題 這不是單純只是內部的這個運作問題而已 所以其實國民黨要非常小心操作這個 否則會打到自己 再來一件事情就是說 現在國民黨立委 以前在兩個月前 其實他們在興高采烈 當這個所謂恭賀 這個自己的黨籍的立委 這個韓國瑜當選這個立法院長不是嗎 立院龍頭 結果後來呢 他們發現了感覺好像怪怪的 好像這個立院龍頭 對沒有站在他們這一邊 你知道嗎 你知道在幼稚園當中 很多小朋友在那邊吵吵鬧鬧的時候 其實就是應該有一些人說 好像站在小朋友這邊 他們會比較開心一點 對不對 但是這個老師 如果採取一個比較公正處理這個事情的時候 你不是跟我比較好嗎 你就沒有站在我這邊 你就不是自己人 你是他的人嗎 對 你就是會這樣質疑他嘛 對不對 其實韓國瑜現在拜訪這個角色 不是嗎 當初這個立法院吵鬧鬧 他也不是像一個幼稚園的園長一樣 說我們現在可以開會了嗎 大家說可以了 大家可以坐下來 可以開會 不過最近來講 有三件事情 是讓這些國民黨立委直跳腳說 為什麼你韓國瑜沒有站在我這邊 對 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自己人 陳建仁在被質詢的時候 那個有國民黨立委 這個葛如君 他放那個AI模擬的影片在上面 你用這個東西來框他 又做圈套來騙這個行政院長 這種在國會質詢當中來講的話 那是不是韓國瑜你是不是要怎麼處理 結果韓國瑜也沒有完全站在國民黨這邊 就是說還是站在公正的處理方式 再來第二件事情 牛旭婷在質詢的時候 結果呢 用一些比較這個語言來講的話 讓陳建仁非常不爽 對 涉及到宗教的問題 這時候呢 其實陳建仁越講越大聲 國民黨立委就認為說 你韓國瑜是不是應該要 這個什麼 站在他那一邊來講的話 應該要譴責這個陳建仁 你不能應該越來越大聲才對 其實最重要是第三件事情 就是說因為你知道 在質詢過程當中 這個我們衛福部部長薛瑞遠 不是這個 韓國瑜虛寒送軟 就是什麼送熱茶給他 這樣也不行 就是說你是什麼 太溫柔了 你的溫柔只能留給國民黨 對 溫柔只能留給國民黨 不能留給這個民進黨的官員 還有一件事情 是王世堅說要喝水的時候 你進來讓他喝水 奇怪了 就是說以前 他當初說你是流氓 對啊 以前你不讓韓國瑜喝水 結果你現在來講的話 你讓王世堅喝水 他們就認為說韓國瑜 根本就站在民進黨這邊了 所以在這件事情 現在來講他冷無可冷 所以他們說 這個陳鈺正有講說 還有這個很多的立法院黨團 要講說你要不要找一些什麼 柯智恩啊 或者是謝龍介啊 或者是張家駿啊 這些可能跟韓國瑜比較好的 因為他們男影在開黨團大會 開那個所謂的黨團會議的時候 希望能夠來參與一下 然後呢 這個知道說 韓國瑜知道國民黨在幹什麼 所以不要到最後包含韓國瑜 還有那個周萬來啊 就一直在扯國民黨後腿 用意思規的時候 其實也不是 人家是公正處理啊 公正處理的情況 結果就是如此 所以看得出來就是說什麼 國民黨他刻意的 在立法院裡面鬧事 他這個鬧事 其實當然除了博生亮之外啊 另外來講的話 就是說他現在已經最大黨了 他認為是最大黨 所以應該是可以啊 這個與其與求 什麼事情都要聽他的 結果沒想到選一個韓國瑜 韓國瑜是想要爭大位的 他不是單純只是說我只想做立法院長就好了 他這一次來講的話 有野心的 立法院長他跑到麥寮 如果要去複選的話 如果複選成功 但如果說這個接下來的話 他越走越 在國際社會的 你看最近台講他接誰 接這個羅森貝爾克 這美國AIT的理事主席 國際經驗一直加分加分加分上去 然後他說這個立法院 雖然吵吵鬧鬧分成三大黨 但是共同一致對外的 這個外交國防是一致對外的 他講出這個話也不簡單了 也就對他來講的話 他其實可能野心 而且畢竟他也選過總統的候選人 所以他的野心絕對不會 只有在立法院長而已 他是要往上走的 所以最好是國民黨 不要再扯後腿 你不要說立法院 那個立法院長周萬來 或是韓國瑜扯你後腿 你不要扯韓國瑜後腿 就算不錯了